秋天,葡萄的功效堪比冬虫下草,可惜很多人不知道,秋季是吃葡萄的好时机,你经常吃葡萄吗?吃葡萄有什么好处吗?葡萄该如何保存呢?一起来看看,吃葡萄好处多。 一,预防吸脑血管病,葡萄能比阿斯匹林更好的阻止血刷形成,并且能降低人体血清淡固醇水平,降低血小板的凝聚力,对预防吸脑血管病有一定作用。 二,兴奋大脑,葡萄中的葡萄糖,有基酸,氨基酸,每生次对大脑神经有兴奋作用,尝试对神经衰弱和过度疲劳者也有益处。 三,痴痰,长期吸烟者可多吃葡萄,葡萄剂可帮助肺部细胞排毒,又只有痴痰作用,可缓解吸烟引起的呼吸道发炎,痒痛等症状。 四,抗病毒,葡萄汁对体弱的病人,血管硬化和肾炎病人,的康复有辅助疗效,可帮助器官移植手术患者减少排异反应,促进早日康复, 直接饮用葡萄汁还有抗病毒的作用。 五,减肥,葡萄吃了不易发胖,女性每天使用时来可含有大量维生素的新鲜黑葡萄或绿葡萄,既能达到减肥目的,就有益于心血管健康。 六,增进食欲,葡萄杆为营养食品,适合于虚弱体质者食用,能开胃增进食欲,并有补虚脂偶,枕痛等功效。 七,抗衰老,将葡萄皮和葡萄汁一起食用,有益于局部缺制性心脏病,和动脉周样硬化,性心脏病患者的健康。 葡萄表皮颜色越黑,含黄酮类物质越多,对保护心脏作用更好。 葡萄中含的类黄酮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,可抗衰老。 八,对抗肝炎,肝易出问题的人是两吃点葡萄,因葡萄中含有天然活性物质,葡萄糖及多种维生素和纤维素,对保护肝脏,减轻腹水和下肢浮肿的效果非常明显, 还能提高血浆白蛋白,降低软压没用,对肝不好甚至肝炎患者十分有益,葡萄中的果酸还能帮助消化,增加食欲,防止肝炎后脂肪肝的发生。 葡萄干是肝炎患者补充铁的重要来源,用葡萄跟一板,150克兼水服,对黄胆型肝炎也有一定辅助疗效。 9.全身是薄,最好吃法是充分洗净果皮,整个入口,连皮带子一起嚼完吃下,这样营养就会达到百分百,如果包击徒子,营养就算是大半了。 9.颜色不同,功效不同,在生活中葡萄也分为很多种颜色,而不同颜色的葡萄其功效与作用也不一样的哦。 1.紫葡萄和我们越来越年轻,紫葡萄越防衰老,常见的紫葡萄有炬风,玫瑰香。 2.功效,紫葡萄中腹含有花青素和泪黄铜,这两类物质都是强力抗氧化剂,对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有很好的对抗和清除的功效。 2.作用,它在预防衰老的方面作用显著,不仅能减少皮肤上皱纹的产生,还可以害见老年人实力的退化。 2.黑葡萄害我们总是精神百倍,黑葡萄环节疲劳,常见品种,黑皮,功效。 黑葡萄中的钾、铭、钙等矿物质,都含量要高于其他颜色的葡萄,这些矿物质离子大多已有基酸盐形式存在,对维持人体的离子平衡有重要作用。 作用,可有效抗疲劳,经常使用黑葡萄对人体的神经衰弱,疲劳过度等病症大有益处。 3.红葡萄害的心血管并得到缓解,红葡萄软化血管,常见品种,红旗,功效。 红葡萄含逆软酶,这种酶可以通过减缓动脉壁上胆固醇,的堆积而保护心脏,可软化血管,活血化运,防止血栓形成。 作用,对预防心血管病和中风很有益处,心血管病人已多使。 4.白绿色葡萄害我们废弃杠杠的,白绿色葡萄滋养废弃,常见品种,新疆麻奶葡萄,无核白葡萄。 功效,白绿色葡萄也称为无色葡萄,为输透湿偏青绿,成输后颜色发白。 白葡萄可补肺气,又润费功效。 作用,是和咳嗽,患呼吸系统疾病,肌肤色不佳的人。 吃葡萄的注意是恰,一般人都可使用葡萄,但糖尿病患者因适量,贫血,高血压,水肿,神经衰弱,疲劳的人因适当多吃。 葡萄性偏良,胃不好的人不要吃太多。 其次,还要注意,这些食物不能和葡萄同时食用。 一,葡萄牛奶,葡萄会强化肠胃的酸度,牛奶难以消化吸收,严重者还有可能导致腹泻。 二,葡萄补铁药,补钙药,柔酸就像一块吸铁石。 如果您正在吃补铁药和补钙药,也不要和葡萄一起吃,因为其中的铁盒盖都会被柔酸吸走,铁盒盖还会凝固在一起,变成结石,建议隔开半小时后再吃。 三,葡萄水,吃葡萄后立刻喝水,不到一克中可能会引起腹泻,因为葡萄雨水,为酸积聚氧化,发酵,加速肠的蠕动,就会产生腹泻。 四,葡萄黄岸类药物,消化酶类药物,葡萄含有90酸等酸性成分,它会改变肠胃酸碱度,影响药物的吸收,灭尿到感染的黄岸类药物,在碱性环境下溶解度大,但在酸性环境容易结晶。 一些消化明类药物,在碱性环境下,能够发挥良好的作用,但在酸性固强环境下则容易被破坏,从而失去疗效,上述药物最好也与葡萄隔开半小时再服用。 关于葡萄的百科小知识,一,葡萄皮上的白霜是什么?葡萄皮上的白霜对人体是无害的,可以放心食用。 这些白霜是葡萄分泌的糖醇类物质,又衬果粉,这些白霜是植物自然合成的物质,它们不容易水,所以不容易清洗掉。 这些白霜对葡萄有保护作用,可以减少水分蒸发,避免葡萄采摘后快速湿水皱缩,这层白霜不容易水,可以避免葡萄皮上形成潮湿的环境,从而减少病菌感染。 葡萄白霜中还含有酵母菌,所以,我们在饲养葡萄酒时,是不需要另外加入酵母的。 而葡萄的保存,满回的葡萄油纸包好,放在冰箱正式储存,不要使用塑料袋,会使葡萄表面结霜,引起腐烂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